众所多知 近一两年来最乱的不是叙利亚 也不是印巴边境 而是美国 在前任总统特朗普的带领下 彻底将这个稳定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系搅乱 2020年因受疫情及总统大选的影响 美国潜在危机终于全部浮出水面 金融危机 产业链崩盘 种族冲突 政派相争等重大事件激连爆发 然而 特朗普的各项关键性举措 似乎只是起到火上浇油的效果 虽然新总统已经上台 特朗普时代已经过去 但这堆烂摊子足够其应对了 但当美国群众似乎看到转机的时候 政府一项举措又让大家陷入迷茫 那就是继续利用疯狂印钱的战术 利用美元优势收割世界 试图达到起死回生的效果 虽然近日网络上大量暗示这个方式行不通 但不可否认 美国有太多次成功案例 上世纪70年代因为石油危机的影响 美欧经济出现巨大隐患 美国就是在这个时候实施宽松货币政策 当美元汇率走低之时 很多国家经济的诱惑会开始大量贷款来发展国力 但幸福只有一时之后全是还款问题 拿拉美来举例 就是在此次事件当中 拉美从212亿的外债直接飙升到3287亿美元 翻过了15倍之多 当美国经济危机彻底度过之后 又开始收紧货币 美元汇率又开始回暖 拉美里里外外损失了多少倍呢 所以当资本市场再次涌入欧美时 拉美彻底陷入了债务危机 也正是因为此次 尤为转安并大量获利的事件之后 美国彻底尝到了甜头 所以开始继续利用这样的战术 转向亚洲市场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可以说就是美国在幕后操盘 迫使亚洲几大强国发展平歇 否则的话 也许亚洲四小龙会齐头并进 供入一流梯队 在2008年到2012年间 美国再次遇到困局 所以又用上老办法 当年如果不是中国 出手购买美债来帮助美国 也许美国从那一次之后 就会全面爆发危机 当然这些都是过去事 反观现在 美国依然想通过此办法拯救自己 可是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大家都是吃一剑长一智的态度 谁也不愿意汤这个浑水 俄罗斯大量脱手美债 中国表示将遵循正常的外汇政策 一时间让美国找不到目标 虽然印度等国依然以身试水 但是以印度的国力 很难填平美国这个大坑 最后能自保也是不错的结果了